那所以其實我覺得在這次裡面 如果說是藍綠兩邊的動員來說 啊這個只有基本盤 可是不要忽略哦 當這個國民黨在說 哎呀民進黨也沒有贏啦 你看看啦這個是南部贏太多 你看北部也很好啊 台北啦基隆啊桃園啊 通通都是這個藍的獲勝啊 可是我要分析你知道嗎 基本盤真的沒有掉嗎 國民黨 台北市的大安跟文山 是號稱最深藍的地方對不對 過去台北的大安 藍綠開票64比 文山開票73比 這一次怎麼開 大安是開到了5545 文山是開到了64 也就是說你基本盤有沒有掉 你基本盤掉了 所以不要再蒙著眼睛 然後安慰自己說 民進黨沒有贏啦 蔡英文看了這種票 也會膽顫心驚啦 你先考慮自己的基本盤比較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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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